我離開TVB後就有疫情 全世界跟我一起經歷 雖然這個經歷我比較殘酷 因為我沒有薪水 沒有入息 但我又拿了一筆循環付寶金 去撕掉谷種 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難色情 你跳出我們長大的家之後 會變成怎樣 你一定會有一點擔心 一定會的 但那個過度你一定要適應 一定可以的 沒什麼問題 其實對我來說 在現在的幾個月 我自己也有工作 譬如配音、配廣告 但當然比以前少了 登台那樣一定是停了 在裡面 因為我和自己的夥伴 繼續在幕後製作 製作接下來的電影、電視劇 反而給我們一些時間去做 凡事又不需要太過被冠 亦不需要太過開心到不得了 保持一種平常心 這件事是很難的 但當你每一件事 去到很開心的時候 那件事突然沒有 你會跌得很厲害 我想很多人都試過 那些角色原本是很好的 突然間你下午又說 不好意思 你的角色沒有了 給了哪個做 喔 OK OK 難道他罵他又不是 你控制不到這些 很不開心 是嗎 很不開心 一定的 我想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這一行都試過 你當然不會輸入逆境 但是人生起起跌跌 你必定知道是有的 那我自己就沒有真正的 令會去準備去面對一些逆境 但是其實 準備好自癖 是經常都保持在心思上 所以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不至於崩潰 有些人崩潰之後選擇的就是自殺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曾經試過的就是最近 我膽痛到我真的想死 很痛 因為我最近做了手上 我割了個膽 那實際上很痛很痛 碰到想死 例如我自己病得多厲害 我反而去關心我身邊的人 令到他們沒有一起 墮入這麼沉痛的心怨的時候 整件事又覺得 我關心我的人 反而是過了這件事 我用時間去治療所有的波子 面對的人生最要堅持的一件事 就是我家裡的老婆和女兒 無論我做什麼都好 我要先考慮他們 就算我要死 我也要考慮他們 我能否死 這個真是真真正正的 因為他們的快樂 才是我的快樂 我有多開心 老實說我拿獎那一刻 我自己的腦袋都空白 我拿獎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回去見到他們這麼開心 那你開心 那我就快樂了 所以我所有人生 基建在我老婆和女兒 我家庭和身邊的親人上 我的天啊 我倆 我好想想看 我 Negative